那看见呢 这位就是韩国的选手 左手直拍的李玄一 那在昨天呢 那场准决赛里头呢 可以说呢 打出了相当好的表现 那他是击败了全世界第一的丹麦好手 Peter Gay 那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 真的可以说呢 陈宏也要特别的小心 对 其实今天这场可以说是龙争虎斗了 那么就是说 从这个 昨天这个表现来看 那么李玄一还是一个相当稳定和冷静的一个球员 当然今天这个陈宏 那么要看他用神一样的一个实力 因为我们知道陈宏的这个攻击力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看看他的攻击力能否突破这一个李玄一的防守 那这一场比赛呢 可以说也是今天的一场相当关键的赛事 因为现在的总击分是打成一笔 那现在是剩下这一场男单 那另外还有男双跟女双的赛事 那在男双的比赛方面呢 中国队可以说呢 在优势方面是稍稍比其他项目是少了一点 对对对 其实虽然他是昨天有胜了一场球 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分析 当然都是觉得男双在中国队呢 是一个薄弱的一个环节 当然我们说昨天他们证明给大家看 就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而且加上昨天韩国队这一队组合呢 是曾经输过球 不过呢 今天来到决赛呢 相信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气势 对对对 还有局面 其实胜输这个是对一个球员来讲是家常变化的事情 就是说要怎样去看待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每一场球都非常的这个重要 包括像刚才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女双本身是有优势的一场球 就变成就是打得非常的这个辛苦 那现在在裁判的介绍下呢 这一场男单的比赛即将要展开 那将会由韩国的选手李玄逸先来罚球 那这位左手磁牌的就是韩国的李玄逸 比赛开始 下去陈宏 在接罚球这一板的下压碰碗过 成功的夺回了罚球权 陈宏这位球员的特点就是他的这个攻击力比较大 所以他要在场上如何就是说要采用自己的一些这个攻势 当然要通过什么方式 还是通过这个往前 还是通过这个拉开 那么要看他今天要采用什么样一个战术 那么多数还是直接的这个第一拍的这个下压 我昨天也是见识过这位韩国的选手呢 也是一位相当会跑的选手 对对对 昨天他在遇到这个皮特格 其实皮特格的整体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个球员 对 那么这个李玄逸还是一一的化解了一些比较快的球 我看见了陈宏他今天呢也是呢 那以他这一种呢非常凌厉的攻势来对付这位对手 对 那么刚才这个球李玄逸的这个正拍 那么推这个对角 那么球是出现了失误 那么陈宏胜利的以一比一暂时打平 再次出现这个失误 二比一 三个失误 好 这个球 那么我相信这个李玄逸呢 在这个开局呢遇到这样一个情形 那么他相信 也是在这个之前的准备也出现了一些不足 好球 球红在这个 沙丸球过后的跟进也是相当的快 所以剪接的这个铺推都是非常的凉贯 好球 这个反派的勾对角 角度 所以导致这个李玄逸呢在这个回球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困难 这一小号 大队 毕竟 这一头 对 这一头 都会来这个发球拳 好球 陳鴻在這個 開局的這個 整個場合的節奏呢都打得比較快 過度 好球 正手期的這個突擊 雖然這個我們看到陳鴻 剛才這個突擊的威力蠻大的 但是呢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李全一 李全一 就在這個開局的這個 整個場合的節奏呢都打得比較快 過度 好球 正手期的這個突擊 雖然這個我們看到陳鴻剛才這個突擊的威力蠻大的 但是呢這個我們看到這個李全一 還是把他這個手過去啊 1比4 那麼目前還是中國隊的陳鴻領先 好球 漂亮 這個場上的這個球路呢就是比較清晰 所以他在這個出手的時候呢已經要在尋找對方所站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球員在場上他那個冷靜的這個特點 所以他不是說亂亂去處理這個球 當然要找一些對方比較難處理的這個角度 他在一個正手呢過渡到對角的回球呢是形成了邊線出界 對 陳鴻的8球 4比2 很可惜 陳鴻在這個頭頂區的這個調直線呢出現了這個失誤 很接近 剛才在現場 李全先做了一個好像是好球的這個探訣 後來才改成這個是初界的手勢 其實今天這個李全一呢在這個開局到現在的這個失誤呢還是蠻多的 從一開始的這個幾分 三分 都是基本上直接的這個失誤 讓陳鴻得到包括剛才的幾個拉掉的幾些失誤 所以呢 作為陳鴻呢就是應該要好好利用目前的這個形勢 就是說 在對方呢可能還不太適應的這個情況下呢 那麼就是說要抓緊要爭取一些分數 哇 剛才 對焦 這一個 路線的回球呢是落點非常的漂亮 也是讓陳鴻出現了判斷的失誤 對 一個通過往前的一個戳球 我們看一下 那麼質量也會相當不錯 導致陳鴻在 敲球的時候呢 那個質量不是很好 出現了一些半場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李全一的這個起跳的頭頂對角呢 還是相當有威脅 已經把比分追成了平手 4比4 喔 另一次自己的失誤 陳鴻 下壓 我們看一下陳鴻還是在這個做一些防守 因為我們知道陳鴻呢 他的特點還是在進攻 所以在防守的過程中 就是說他也要如何尋找一些這個進攻的機會 像剛才這個他這個反拍要勾這個打這個對角的目的 當然也是讓對方就是破壞對方的一些節奏 只是很可惜呢 這個球呢 是出現了這個失誤 對 那李全一已經破壞了陳鴻三個罰球得分的機會 哇 拉開以後呢 一板的突擊直線李全一 李全一這個往前這個點還是搶得比較高 其實剛才有些球陳鴻的質量出的是不錯 可是因為他的擊球點比較高呢 所以呢也畫起了一些陳鴻的一些高質量的往前 那現在比分是取得反超前5比4 那再一次想通過一個對角的往前 又一次出現了失誤陳鴻 那李全一從1比4的比分落後 那現在已經是反超前到6比4 連贏了5分 可惜這個球陳鴻在這個 借對方的這個殺球的時候呢 那麼抽這個對角出現了這個失誤 那麼當然是抽的時候呢 力量呢沒有掌握到好 不錯搶到了最高點在往前剛才這回球 而且是一個滾網 可惜的發球圈來看看這一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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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是憲審判的是好球 對 四次的發球機會拿不到分數陳鴻 好球 這個連續的這個進攻突擊跟跟進的這個 往前的鋪網都是一氣呵成 再一次自己的失誤 對 7比4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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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這個陳鴻就這個反 這個接殺 這個擋對角是非常的這個 刁鑽 我們看了就讓 這個 李璇一呢 在這個跑動當中呢 出現了很大的這個困難 這有 有時候我們說在防守 這個防守 其實要有一種 目的 像剛才這個目的也就帶有一種 反攻的這個目的 所以我們看到陳鴻在這個 這一手區的這個突擊呢 還是非常的這個快 他終於突破了4分 他追成了5比7 還暫時落後2分 漂亮 他看著呢 對方回這個高球呢 及時又一本突擊 連桿的2分 6比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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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陳鴻這幾個球呢 還是相當的這個順利 除了自己的這個 進攻 比較得心應手 那麼在防守的時候呢 也能夠順利的這個 頂過了這個 李璇一的一些突擊 那現在雙方是打成了評分 7比7 陳鴻剛才看見呢 在地上有點汗水 他要求了工作人員替他查一下 比賽繼續 第一局的比賽 7比7 陳鴻繼續把球 嗯 有一次的失誤 李璇一 所以從這個今天 李璇一跟昨天 跟皮特哥打的時候呢 就有一些這個不一樣 所以今天他自己的失誤呢 比較多 對 當然可能一方面 可能是陳鴻的一些球路呢 讓他覺得有一點 顧忌 所以在處理球的時候呢 有些擔心 好球 漂亮 正手區的這個假動作的滑板直線呢 讓這個李璇一在這個判斷的時候呢 出現了一些 錯誤 看一下曼劇的正手區 現在比分 再度取得領先 9比7 帶出了2分 好球 這球 直落在底線內 陳鴻的一個判斷失誤 再來看一下 嗯 應該 接內蠻多 李璇一 躲回了罰球權 落後2分 好球 機會 好球 陳鴻紅 很好地抓住自己創造的這個機會 正手的這個起跳 看一下慢鏡頭 突擊對角 正手區的這個突擊 還是陳鴻的一個 比較明顯的優點 我們現在看到 從開局到現在 那麼在正手區這邊呢 包括刷這個直線 都已經成功了很多個 嗯 統一的落點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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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有點出界 不敢放 剛才這個球 對 角度從從我們這兒看有點出現 當然這個角度可能不是那麼正確 當然也是因為陳鴻呢 剛才在這個被動的時候這個過度的這個質量呢 呃 不是很好而且球數比較慢 漂亮 直接通過這個接發球的一個一個勾對角 那麼躲回來這個發球權 陳鴻 現在目前以9比8 暫時領先1分 嗯 差一點 對 對對對 他自己的這個 這個重心呢沒有掌握好 雖然這個比較勉強的突擊 雖然是有這個意識 但是呢 這個突擊的這個球呢是出現了這個失誤 哦 這球 折得太大了一點 對 這個力量我們看的就是比較 出的比較多 雙方的比賽還是 咬得很緊 9比9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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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力應該是非常的平均 對 好球 好球 嗯 這個球 剛才這個對角往前 對對對 其實這個他的這個時間掌握得很好 就陳鴻呢 稍微停頓了一下 所以導致在對方勾對角的時候呢 稍微慢了一點 不過我們看的就是說這個李璇一在這個場上這個時間 這個這個掌握得比較好 如何就是突然加速 像包括剛才這個往前 突然的這個快快速的一個勾對角 加上他馬上一個突擊 都是這個時間方面這個掌握得比較合理 取得比分上的反超前李璇一10比9 力道過大 底線出界 加油 加油 陳鴻的發球 加油 好球 雖然我們看到這個李璇一想通過這個 頭頂區的這個下壓來保持這個往前的這個 主攻 但是呢出現了這個失誤 所以場上的這個比分呢 現在已經是10比10 第一次的評分 好球 雙方還是互有這個攻守 還是通過一些拉掉 哇 非常 處理得非常冷靜李璇一 對 對 而且他的這個站位 我們看到是說發歌王球 發王王你看他的這個意識 就已經要封對方這個對角了 對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我覺得 呃 陳鴻要如 要觀察對方這個站位 然後再做一些處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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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昨天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李璇一在跟比特K打的時候 也是 他錯完 球以後 其實比特K有些回球 質量很好 他都能夠再往前的這個第一時間 就鋪掉那個球 對 嗯 嗯 再一次呢通過 正手的一個突擊 李璇一 因為之前又增添了一分 十一 比十 可惜 對 這個時候其實是 比賽的時候 一個比較重要的這個時刻 尤其在這個比分 在十分 跟十一二分這個時候 是很重要的一個分數 嗯 他看雙方這個時候一定要能夠 抓得住這個分數 兩分的領先優勢 李璇一 哦 往前的 相持 那最終呢 陳鴻是 出現了高球 這是碰到網 也給了李璇一的機會 對對 當然也是李璇一剛才這個抽網 這個質量比較好 所以導致陳鴻在敲球的時候 那個球呢是 碰到這個球網 帶出了三分的優勢 嗯 往前掌控的很好 對對 我覺得陳鴻 因為本身他也是希望通過往前來 主折進攻 可是呢在往前呢 他今天還是 輸給了這個李璇一 這個李璇一的回放 包括他回放過後的一些處理 比這個陳鴻呢要來的比較明確 對 那一下子呢 現在李璇一已經來到了局點 這條球沒有成功 直接的邊線出界 也讓韓國的李璇一 在這一場難單的賽事呢 取得第一局的勝利 那麼其實從韓國隊今天這幾場球 總的來看 就是說整個一上場的這個趨勢 都對他們 蛮 掌握得都蠻好的 對 所以這對這部隊來說要特別小心 好我們先休息會 那繼續為大家呢 帶來第八屆 輸定漫背羽毛球團體賽 那在這第三場賽事難單的比賽 他就擺脫了剛才第一局的賽事 安國的李璇一 那所以呢 今天在比賽中呢 也出現了不少的自己的十五 不過呢 最終呢 在後進的相當淩厲的情況下 讓他成功的以十五比十呢 取得第一局的勝利 那麼我覺得第一局呢 就在十分之前 大家互相這個分數方面都咬得比較緊 那麼到十分過後 那麼我覺得這個李璇一 在這個前半場的處理呢 要比陳鴻來的明確 所以我覺得陳鴻本身 他是一個攻擊性的一個球員 那麼他的攻擊的方式 本身也很多 也是通過這一個往前 但是在往前 在今天這 尤其在最後的那幾分 都沒有占到這個優勢 所以我覺得 在第二局的處理方面 一定要小心 包括就是說 放完了往以後的 這個下一排的處理 要特別的這個慎重 漂亮 而且我們看到就是這個球 李璇已經 就是下一排的這個準備 已經完全在他的這個預料當中 他的人已經到了這個往前了 今天他在往前這個節奏啊 控制得很好 對 就是他在場上這個球裡球這個時間 掌握得要比陳鴻要來得好 對 哎 可惜 差了這個半步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 放完以後 這個準備 慢了一點 所以這個半步 你看這差半步 就打到這個球的這個羽毛上 很可惜 本來應該是 可以奪回這個發球權的 這球是看的是好球 再看一下 這個平高球 陳鴻 這一次的判斷失誤 球是壓在底線上 對 2比0領先 逆選一 這球沒有過 那麼作為陳鴻 一方面就是要加強一些突擊 那麼最重要就是說 在這個對峙的過程當中呢 還是要減少一些主動的一些失誤 嗯 頭頂的一個失誤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看到就是說 不是說李玄一有什麼特別的要 能夠治癒這個陳鴻死地 其實往往有很多情況下是陳鴻自己呢 就是說一個失誤 一個呢就是有些球呢質量處理不是很好 才導致了一些對方能夠這個得分 這個球還是蠻危險的對方 我們看這個李玄一的這個防守確實是不錯 尤其是他的這個腳的這個出來的比較快 來看看陳鴻能否流轉略勢 好球 嗯這往前再一次沒有掌握好 對對對對 剛才我們一直在強調就是不要 太多的自己這個主動的這個失誤 你看這種球就是說很高的這個點 應該都是所謂他在控制的一些這個球 就往往出現了這個失誤 好球 好球 成功地騙到對方 拿出現了這種這個 互相的這個拉掉 就會太大掉了 對方這個需要很低 好球 李懸怡头顶这一板的突击直线 也是形成了主动的失误 对 现在比分是追成了1比2 直接的这一个接化球 直接一个针手区的起跳对角 那么主要还是看到这个落点 非常的这个准确 再一次夺会的拔球权李懸怡 好球 看上去 我们看这个李懸怡确实 比较拼耐 只要一些球有机会的话 他都尽量能够把这个球接过来 还好但是陈宏这个球 结果连续的意识还是比较加强 没有松一口气 通过这一轮的攻势 再一次成功地把拔球权给夺了回来 这个球阵手区的这个推出线 还是非常有威胁 最重要就是他这里面存在了一个假动作 因为他的点比较高 导致对方会以为他会 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出路 所以刚才这个针手区这个推直线呢 也成功地骗过了这个陈宏 那在第二局比赛之头顶的这个顶压球已经出现了难题 好解释 其实在很多队齐的情况下 就算在这个防守成功都还可以对付 可是往往当他转过来要去攻务时 出现了一些失误 这一次是镇守过度往前的失误 难免心不够 4比1领先 李璇一 继继续罚球 底线出界 这球 过场 好球 成功地掌握了这个很好的一个突击机会 起跳 也是平着自己这个强有力的这个突击 加上他这个落点也非常的这个准确 两分的差距 2比4 出界了 今天他在往前真的没有占到优势 对对对 往前 今天这个李璇也来得比他要出色 除了这个往前的这个质量跟往前的变化 而且这个往前的一些意识呢 都来得比陈宏这个明确 还有很可惜就是陈宏今天这个场上这个失误也特别多 所以他这个调整的都来得比较慢 像刚开局的时候这个李璇一的几个失误 我觉得就是已经非常的这个莫名其妙 那么过后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控制上面就比较好了 就比较少失误了 反观呢这个陈宏呢 那么开局不错 过后呢自己的一些失误呢就比较多了 那刚才呢想到往前一个铺球的机会 成功地夺回拔球圈 这一次呢让李璇一逮到 对这个球推的实在是 不是这个时间方面 一个方的这个球的弧度不够 你看对方刚刚只要一伸手 那个球就打到了 5比2 5比2 分球分得很好 而这一次的突击直线成功 李璇一 也是通过这个过度的对角 往前创造的机会 而且陈宏在回航的时候也慢一点 我们看这个慢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没有想到对方会这样一个突击 对 再一次头顶的下压15 那现在比分已经来到7比2 形势呢对这个成功非常的不利 那么自己一定要能够要分析一下 这段时间的时候出现的一些 这些不必要的一些失误 要如何去调整 如果这样就说 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转变的话 对他来说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不利 这球也是判断失误 8比2领先 李璇一 杨夕的基本上是可以说是自己的几个失误 那么导致这个比分已经明显的就是拉开了这个距离 所以我觉得 作为陈宏来说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 要改变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事 你可能对球的那个要求 不能说要直接要把对方 就是说要直接打死 后期的刚才那个球 对对对 直接对对 你如果拉得太远对自己来说也是缺少一个信息 对对 又是自己一个指东收 李璇一越打越だ 对对 因為他本身就是屬於一個比較耐心的一個冷靜的一個球員 所以他在場上就 他不會犯那個錯誤一直在犯錯誤 他如果有犯錯誤他會去調整 所以這個就是說他有他的優點在這個地方 那麼陳宏我們就一直在看到他 就是說一些主動的生意 現在形勢呢 對陳宏來說是非常的不利 李璇一已經戰盡了優勢 我們看到李璇一他的這個突擊呢 比較少 可是呢他的這個成功率呢是比較高 十比二領先 多拍的這個來回 好球 不錯啊 對對對 其實陳宏就是要有這個耐心 因為你要想直接打死坦比較難 因為我們就是說 李璇一的這個防守不錯 就是要多拍的來回過貨 那麼他的突擊呢才會產生更大的這個危險 但是今天有一些不好就是陳宏在多拍過貨呢 出現了一些自己的自己的失誤 所以造成呢在他在這個比分上面 出現了這麼大的這個懸殊的一些比分 雙方這時候也是喝喝水調整一下 對 8分的差距 來看看陳宏這一次的發球 能否拿到分數 對 跑球 到 後面 上過往前 非常好的抽網製造的機會 剛才起跳的突擊還是非常的漂亮 3比10 嚴感的2分 看能否再多添這麼幾分 能夠把這個比分拉近 那麼才能把這個場上這個緊張的氣氛的那個調節起來 好球 這條球形成了底線出界 對對 這幾分對於成功來說都拿得比較順利 這一次呢是讓李玄一給逮到了 對 釘得非常的緊 剛才我們一直在介紹 其實李玄一這個球員 他在放往往以後的下一排的處理是非常的明確的 所以成功我覺得這個方面就是說自己要增加一些觀察跟分析 這球 現實是判施好球 對對對 那終於這一次呢 那終於這一次呢 頭頂的掉球是成功了 那終於這一次呢 把罰球權給要了回來 5比10 5比10 加油 中國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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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出界 好球 好球 現階段我們看到李玄一呢 他當然是加快了一些輸度 而且包 呃 增加了一些這個下壓 就是想 呃 來控制這個球 還好就是成鴻呢 在這現階段就是說他自己呢 能夠穩得過 所以希望呢 能夠繼續能夠保持 從2比10 落後已經是追趕了4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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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次呢 想要在頭頂區一百的下壓 卻沒有成功 對 李玄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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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玄一的發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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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又是自己的失誤 所以今天這 那麼多分好 我看多數 多數都是 這個 陳鴻的自己的這些 失誤送給了這個對方 而且兩個 像剛才這兩分 基本上 一個是自己的這個 頭頂的突擊 跟現在陣手一些突擊 所以這一點就是說 陳鴻呢今天是一個 犯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錯誤 反錯網球 沒有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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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陳鴻這一次的伏球機會 佐 suppression 不要 堅情 他猜盼有可能 就向陳鴻提出抗議 不容許呢在場地里頭而繞 走來走去 就是 走是可以走了 不要 繞來又繞去了對吧 走 好 這一次的判決是 這次判斷非常準確 7比11 還有4分的差距 好球 往前的爭奪 這次李懸依是 戳球沒有成功 讓陳鴻再添了一分 8比11 可惜這個球陳鴻在判斷上面 出現了這個失誤 他以為對方要推球 所以就推得比較厚 導致對方在做出這個 擋網的時候呢 這個啟動已經來不及 這一次是強攻 躲回來的拔球選 包括這個後面呢 這一些勉強的這個突擊呢 當然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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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差 這個球應該是突擊 對 是好球 對 裁判應該是判好球 因為我看到李懸依 他自己 那個手勢呢 是應該是 判他好球的這個手勢 嗯 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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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你看到每個人 贏一個球 他們那個手勢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從一些小的那個動作 也知道他那個球 是好球還是結果 11比8 很積極 對 李懸依就是爭取了這些 呃 進攻的這些意識 好球 哦 可惜 這是一個機會 對對對 每次就是好像 功虧一虧的就是這樣 對 出擊 找了這個好的機會 結果自己 打下完 哇 白白又送了一分給李懸依 12比8 哇 其實現在當然其實這個李懸依是打的 比較積極的 而且我們看就 比較多的這個 呃 突擊 搶攻這些下壓 要通過這個往前來爭取更多的機會 現在就要看看陳鴻能否頂坐對方這個的氣勢 這一分得來就是他 呃 太輕鬆了 可以說陳鴻是幾乎是把這個球送給他的 因為我們剛才一直在強調就對方 因為他發完完以後你別看他好像沒有做什麼 他的那個意識呢 已經完全準備在下一排就對方回放往前的那一波 嗯 所以我們看到他當對方回放他 基本上也不是鋪球就是搶的比較高的點 就出手了 哇 表現得非常 但這一次 先生派的出界了 對對對 非常 非常兇 對對對這一排還是比較有威脅的 這個出界一點 對 這一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給他這一分拿去的話 對陳鴻來說應該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障礙 好球 漂亮 很多時候陳鴻就是他的機會這些時間 都是還掌握得多算不錯 尤其這個突擊點 只是自己呢 在整場的這個運行當中呢 自己有很多次自己的一些失誤 所以今天這個是一些陳鴻所犯下的一個 就是比較大的一個錯誤了 這球判斷得非常準確 現勝是判的出界 對 對對 嗯 陳鴻向裁判抗議 哇 看上去應該像好球 對 對 因為剛才呢 頂鴻在球的著地的時候呢 直接向這個現勝做出一個出界的動作 對 來影響了現勝 對 好球 陳鴻還是靠著自己的這個努力 又奪回了這個發球權 對 其實在這個比賽當中 應該 我想多數運動員都有遇到這些裁判的一些誤判 所以要怎麼去面對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就是每個球員所要面對的 所以剛才我覺得陳鴻就是說 還是通過自己的一個努力奪回了這個發球權 只是很可惜 我們話還沒解喔 講完他又把這個得分的機會 對 讓點了別人 丟得太快 這一球 李璇一的發球機會 三分的領先優勢 一局在手 哇 這個點壓球是有點勉強 那最終也是形成了邊線出界 九比十二 對啦 那麼 看看誰能夠在尋找這個機會 基本還是在往前李璇一還是通過往前的這個高點 尋找了這一個解決問題的這個機會 非常快 對 另一次的發球機會 李璇一 好球 好球 防守得非常穩固 對 看看誰能夠耐得住 機會 好球 還有 李璇一的這個防腿確實是滿 堅固的 好球 還有 哇 真的不可思議這一分 對對對 雙方其實這個突擊都 有他們的這個意識 而且我們看到陳鴻的幾個 比較凶狠的這個突擊都被這個李璇一呢 一一的救起 結果呢自己呢在這個回防的時候慢了這個一步 所以導致在這個回去接這個球成呢 出現了這個步伐不到位 再看一下 掃了這個半步 他今天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神勇 對對對 李璇一 對對對 我們看到雙 這個時候雙方的效果都已經滿大的 就是說 大家都是在這個互有這個 進攻的這個情況下 那麼最後陳鴻還是因為自己 在這個 突擊完了根基呢 慢了這個半拍 所以導致在這個 今天那個球員時候出現了這個步伐不到位 對 那現在比分 李璇一已經來到13比9 那距離這一場比賽的勝利只剩下兩分 不過從這個場上的這個士氣來看呢 這個李璇一要來的比這個陳鴻要來的順 對 現在真的是陳鴻的艱難時刻呢 我們來看看他能否頂得過去 對 李璇一繼續拔球 那麼剛才我們陳鴻 這個示意就是說 因為有這個汗水可能擋到這個眼睛 出界 現在 陳鴻 其實的 把罰球權給多了回來陳鴻 今天真的他在往前 其實我就說陳鴻 就是陳鴻 因為他這個場上對自己這個分析就不夠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很多的球 已經出現這樣的情況 他就應該要有一些變化 你如果真的想回放的話 就是你要做一些其他的變化 過後你再來做這個 因為對方他會擔心 他會做出其他的這些選擇 很可惜 那麼這個球呢也是 這個李璇在這個發球的時候 他也做了一些變化 所以我就覺得場上在這個 觀察能力方面 這個李璇一要來的比較強 對 那剛才這一球的勝利 也為李璇一 帶出了今天這場比賽的賽末點 好球 成功的先 祖籃的第一次這個李璇一 結束比賽的這一個機會 那在第二局的比賽 陳鴻還落後5分 要贏回這個第二局的這一個機會呢 雖然是比較渺茫 但是呢作為陳鴻來說就是說 要盡量一分一分去追 如果你追得越靠近 對對方來說呢也是越會緊張 這樣可能就會 對 其實很可惜自己呢 在這個奪分的方面呢 就欠缺了那一些意識 我們看到這個李璇一 最後還是通過他自己的頭頂的這個 突擊對角呢 又奪回了這個發球權 對 第二次的賽末點機會 第二次的賽末點機會 陳鴻 他一直最早就越靠近 對 那個那個 那個對方就 也許就越緊張 因為你像現在的話 最少你還差這麼5分 還有 哇 這個球其實剛才陳鴻 也是算他 把這一個變化的 還算比較快的 一個主動的球 變成他自己在 回的比較會動的情況下 還好他那個質量還是不錯 對 如果那個質量不好 已經被李璇一解決到這一球了 現在已經來到雙位數 10比14 看看陳鴻的機會 好球 沒想到 這球本來也是李璇一的機會 竟然是出現了鋪球的15 對 重點 典趕了2分 陳鴻11 比14 過渡 過渡 好球 可惜可惜這個球 對對對 我覺得這時候就是除非有很大的這個把握 如果沒有把握有些球應該能夠接就應該要接過去 因為你這個不是說剛開局因為對方還有剩一分 對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畫面是這個韓國隊的這個教練 對陳漢國 對 看得也是相當很緊張 對 來看看李嫻衣能否拿下最後的一分 第三度的三摸點機會 還是拿不下 對對對 這個球就是李嫻衣我們看到就是說這球應該是不是特別難難的一個球 太小心了 他想把這個球把他靠近往一點 哇 畢竟來到最後關頭真的也會越來越緊張 對 一定的 就是說這個場上我就覺得就是說你只要把比分靠得越近 那麼對方就會越緊張 這條高球沒有掌控好這一次形成的底線出界 對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李嫻衣很小心在放這個球的時候呢 他也衡量了一段時間 對 再一次的三摸點機會 出界 第四次的阻攔 對 如果每一次拿一分的話都差不多要追平了 相當緊張的時刻 對對對 其實這個是相對的 因為你阻攔別人 別人也是要阻攔你拿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雙戶的一種方式 那兩位球員再次回到場區 比賽繼續 陳鴻的罰球 落後三分 哎呀這個實在是太可惜了 在這個重要的時候出現這個發球的這個失誤 第五次的機會 李嫻衣 好球 雖然是被動 但扭轉了一個 運氣還不錯 對對對 成功的阻攔了這一個李嫻衣的五次得分機會 哇這球真的很驚險 這個球其實真是運氣 陳鴻也在發球之前調整一下了自己的心情 加油 對方也回擊一個同樣 對對對 這個時候隨便能打這樣的球 簡直就是 呃 她這個心 心心就已經放了一百個放心 對 哇 哇 第六次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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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沒有放 沒有放好這個球雖然是搶到最高點 對對對 不過力道還是不夠 對 只是很可惜就是陳鴻這個比分都沒有再靠近一點 對 如果是現在只是一兩分之差 然後又這樣交換來交換去的話 我相信這對雙方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對 嗯終於 陳鴻在往前這個鋪球呢 令李嫻衣這些回球 構成了十五 對其實這個球李嫻衣還是反應蠻快的 就是說在往前陳鴻鋪球的時候 他還能夠救到這個球 現在只剩下兩分的差距 哇 這一次李嫻衣抓緊了機會 對對對 就是說我們看這個突擊的時候 是抓住對方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 那麼如果陳鴻呢 他主要是擔心對方這個突擊這個直線 第七次的賽末點擊會 偷拍的這個來回 再一次頂過了這個李嫻衣的這個得分 表現得非常的強悍 對對對 那麼最後這幾個球基本上是 李嫻衣在往前方面出現了一些失誤 對 本來之前呢 這個是他引以為 這是他比較穩的一個技術 所以他多數都是想通過這個來 來爭取這一個機會 嗯 那麼我們看到這個陳鴻呢 他這個 把這腰封再調整一下 對 可能再給他綁結一點 嗯 可能他這個 腰封就會更有力一點 來看看這一次的發球 機會能否順利的把比分這一場平手 陳鴻 好球 回防 對了 剛才這個防 哎呀 很可惜 雖然幾個被動 其實過去的球都還不錯 化解了對方的一些危機 只是很可惜 還是處於自己的這個失誤 哇 已經來到第八度的賽摩田機會 他如果再拿不到就拿不到 心理障礙 可以